啊 朴晨幻 正手区杀直线出现了失误 这一拍 听声音啊还是 比较有力量 你看朴晨幻还是有防守 能够有一些防守的成功率 多拍之后造成林丹在头顶挥直线球出现 嗯 刚才赵主导您说的这一点确实是 就是林丹最 她有个好朋友谢欣 原来是国家队的队员 现在在国家队赞助单位工作 她也是说 因为她跟林丹是同乡 关系特别好 她说丹哥的球 最怕的就是 一看他攻不死 这个球就难 就困难 但是如果之前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你能够守得住 但是 你也要 还要有具备 多拍啊 因为她如果攻不死的话 你要去 攻死林丹 其实我觉得林丹现在的防守也相当不错 对 所以就还要必须具备的 你有多拍的能力 这个刚刚我们拿到一个赛场的统计 赛会的统计 刚才陈金和李中伟的那场比赛当中 最长的一个回合在第一局打了77秒61拍 非常多 我记得过去混双张军高龄有一场比赛 打了59拍 羽毛球他这个多拍也是一个基础 对 对方如果如果可能我攻不死你 或者我一下两下解决不了战痛 但是我把我的球的质量维持好 最后把你拖垮 这也是一个办法 对 所以多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对 那么多拍其实就是解验 一位选手他的基本技术是否娴熟 是否他掌握的比较好 P对角 我们看到有时候这些高手互相之间也在学习 对方的一些好的东西 别人的一些好的东西 比如李宗伟的正手P对角这一拍 刚才林丹这一下也有一点像 当然我这话如果林丹听见了 他肯定不高兴 谁说我跟他学的 是的 了 双方继续比赛 11比7 0 2 1 1 2 2 1 2 2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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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5 5 5